人王经济有这么两句话 三游业果一切皆空 这是什么人看到的 佛菩萨看到的 三游业果一切皆空 意思就是 整个六道轮回不是真的 《金刚经》上所说的 凡所有相皆是羞望 直六道轮回这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淫 有违法就是有生有灭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 哪一样东西没有生灭的 大概除了虚空 没有生灭 看不出生灭 虚空里面所有的万事万物 都有生灭 人是动物 动物有生灭病死 这个生灭病死 三界同有 只是天上的寿命场 经上告诉我们 居立我们最近的一层天 四王天 不高啊 这上去透一层 四王天的佛报 就让我们非常羡慕 四王天的一天 是人间五十年 我们人间何一百岁也不容易了 实际上 在四王天 两天 你看到寿命 你就想到佛报都大 我们佛门 供奉的四大天王 道教里头也供奉 护法人 四大天王 他们的寿命 也是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计算 要记住 他们一天 人间五百年 他的寿命五百岁 换三颗五百人间 他的寿命太差了 再往上面去 逃离天 日荒大地 中国人将日荒大地 外国人将天主 都住在这一层 这一层 他们的寿命 他一天 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寿命一千岁 人间一百年 是他的一天 这套里 越往上面去 倍倍增加了 弥勒菩萨 大家知道 弥勒菩萨 是遇见第四天 他那个地方 一天 是人间四百年 我们四百年 是他的一天 欢迎一会儿说 人和在这个时间 和一百岁 在他那个地方 要是一天 二十四小时 就六个小时 一百岁 他六个小时 这时差太大了 他的寿命四千岁 换算下来了 这个我们有 因为他将来到世间来成佛 他的寿命 斗衰天的寿命 四千岁 四千岁到了 他从那个地方下来 当我们人间成佛 那么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天 四百年了 换算下来 是五十多亿年 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 弥勒佛下身 这么长的事情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这当中没有佛出现 但是佛菩萨很慈悲 让地藏菩萨代理 佛陀 救苦救难了 帮助这些众生 那到色界天的寿命又更长了 五色界天 五色界天最高的 飞翔飞飞翔出天 寿命八万大截 这是什么 这是将人间天上的佛宝 溜到里头 反过来 一如是 地狱不能去 无间地狱 地狱里面的一天 最短的吧 最短的大概不是无间地狱 也算是大地狱 地狱一天 人间 两千七百年 中国号称 五千年的文化历史 在地狱的两天 地狱的寿命 也是很长很长 所以地狱 多进去容易 出来可不简单了 但是 我们也有看到 出来的 在地狱多久呢 在地狱里面 有几百年 出来了 几百年 他在地狱所感受的 那就是千年万年 他所感受的 他能出来 因为 他忏悔 他认错 认错 不肯认错 不能忏悔 那个麻烦可大了 寒暴 不肯认错 来呀 不肯认错